- 大家好,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,我是彩瑩,今天請到華信投股林和彥琳老師,老師好 - 彩瑩好,大家好,我是林和彥 - 川普對中加徵關稅24號就要生效了,造成美股下跌,今天的蘋果股大力光也跌很慘 - 彩瑩老師台股要注意哪些呢? - 好的,美中貿易戰燒不停,話題一直的延伸 - 你看上個禮拜川普丟出來,可能17號2000億商品的關稅就要生效 - 結果昨天晚上突然又改成24號,會讓他覺得說川普反反覆覆 - 這樣反覆其實也是對的,因為你想 - 談判是何其複雜事情 - 你看平常人家買東西,殺價是正常的 - 那在談判過程當中,底線是最重要的 - 你不能輕易讓人家看到你的底牌 - 誰先露出底牌誰就輸了 - 所以在談判前夕,爾虞我詐,川普一下子27號 - 一下子24號,他就要讓中國摸不著頭緒 - 昨天中國被川普那樣子他也生氣了 - 他有放出說,不排除抵制美國的貨品 - 你知道這些話出來之後 - 今天台北股市大跌的68點 - 尤其OTC更大跌的1.5% - 那其實大家不用那麼緊張 - 我們看一下今天亞洲股市的部分 - 美國股市昨天是下跌的 - 可是今天亞洲反而是很好的 - 你看日本反而漲了300多點 - 連大陸股市也由跌而變漲 - 今天歐洲盤開出來之後也是漲的 - 所以我們可以感受到 - 其實像美國、中國他們在狗咬狗 - 那世界各國呢 - 反而在樂觀他們怎麼樣去鬥 - 反正鬥到最後 - 大家準備去撿便宜貨 - 反而台灣是在口水戰之下的 - 最大犧牲者 - 你看台北股市 - 間跌了68點 OTC更跌到1.5% - 其實大可不必 - 我們可以跟其他國家一樣 - 對不對 - 可以像其他國家一樣 - 因為我們 - 樂觀一點 - 不是中國的一省 - 我們也不是美國的一州 - 我們可以像日本一樣 - 像歐洲一樣 - 樂觀其成 - 等著撿便宜貨 -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跌最重什麼 - 平概股 - 平概股 - 連大力光都跌停板 - 這個一年難得看到一兩次 - 平概股一跌之後 - 你看包含真頂GIS - 也是跌很慘 - 這個對很多投資人信心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- 尤其大力光一跌 - 整個高價股全部也被拖垮 - 對 - 那高價股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- 像最近很多股價還在高檔的 - 像翔碩 - 大江 - 穆德 - 甚至於創意 - 這個都是高檔的股票 - 我經常跟大家講 - 不管基本面好壞 - 在高點的都是危險 - 對 - 都是危險 - 其實台灣我們有字節路要走 - 我在節目裡面跟大家談過很多次 - 其實台北股市最近這一年來 - 都在走25天的循環 - 只要你長期注意我的節目 - 你應該知道 - 你看從8月9號 - 漲到第25天之後 - 我就跟大家預告過 - 會有一波25天的下跌 - 對 - 那這一波的下跌裡面 - 其實在整個時間點上面 - 上個禮拜三 - 定在禮拜三 - 就是下跌到第25天 - 我們看下一張圖表 - 在上市的部分 - 可能還有拉一波回去 - 可是OTC就很清楚 - 在上個禮拜三跌到最低點 - 那既然25天的下跌結束了 - 那麼目前開始進入一個 - 新的上漲循環 - 那進入上漲 - 新的上漲循環之後 - 照理講壓回 - 其實都是很好提供給大家介入的機會 - 那可能大家擔心 - 如果24號真的生效怎麼辦呢 - 其實我們從前面的經驗 - 只要貿易戰一生效 - 這個時間點上我們看下張圖表 - 你看第一次是7月6號 - 340億生效 - 第二次是8月23號 - 對 - 那這兩個時間點 - 一生效之後 - 反而股市卻出現 - 利空出鏡 - 我們看下張圖表 - 是不是很清楚 - 以深圳來說 - 7月6號一生效之後 - 反而股市是漲了 - 8月24號一生效 - 股市也是漲 - 又是反彈 - 香港也是一樣 - 香港股市 - 7月6號一生效 - 反而大漲一波 - 8月24號生效也大漲一波 - 台北股市也是相同情況 - 你看7月6號一生效之後 - 台北股市漲了500多點 - 8月23號一生效之後 - 又漲了400多點 - 所以搞不好下個禮拜 - 如果真的生效之後 - 台北股市又出現一波大漲 - 也說不定 - 有可能會有好消息 -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不用那麼的悲觀 - 掌握鴨匯的買點 - 因為時間的關係 - 我們有辦法跟大家談更多細節的部分 - 歡迎加入我的liet - 我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- 感謝老師精彩的分析 - 想知道更多最新消息 - 歡迎加入老師的liet - 才積極解釋我們下次見 - 拜拜 - 拜拜